还回不回家吃饭了 你不饿 狗大爷 我饿坏了 你别叫唤了 等我把这条排水沟挖通就回 不知怎么回事 最近几天一直往外一翻 有人说是前段时间地震 地下暗和的杀子 顺着裂缝也上来 也不知道里面的鱼鱼还省多长 老是往外走 嗯 是条哥雅鱼 这玩一次一下 那可不好 出血了 出血了 呆死的鱼 板死了 不行 为了防止伤口感染 我得清洗一下伤口 这是什么玩意啊 珍珠也没有像拳头这么大的 啥事啊 可以回家吃饭了吗 他在干嘛 不回去吃饭 还在那里蹦迪 你这是怎么了 别吓我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要回去喊人 我走了 这鱼被人提走了 怎么办 可他要是挂了以后 我都要饿肚子了 怎么办 好纠结啊 嗯 算了 先吃条鱼吧 边吃边等 看他什么时候醒过来 好香啊 只要你醒来 我就分你一半 不过桶里还有好多鱼 等我吃下一条时 再分你一半 我这是在哪呀 龙魂不息 龙族不灭 传承 刚才那一切好像只是做了一个梦 但是为啥脑袋那么疼 这是咋了 大白天的 老子中邪了 大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咦 村里的老人说 掌五点最危险 有些不干净的东西 最喜欢这个时间突然害死 主人的语气不对 是不是想抢本王的鱼 哼 从狗嘴里抢食 这还是人吗 快跑 喂喂 你别跑啊 等等我呀 不干了 吃完饭了再说 这个卖瓜的老板是真心黑药 别人卖一两块一斤的西瓜 他卖三十块一斤 还说他这是便宜卖 老板 你这刮波熟吗 我开水果摊的 能卖你生瓜蛋子吗 我问你这刮波熟吗 真是的 你是故意找茬 是不是啊 搞错了 主角是这位卖桃子的小伙子 别人卖十元一斤的桃子 他卖三十一斤 又在前几天 他意外获得一颗龙珠 得到龙王传承后 使用了淋雨术 自认了桃园里的桃子 和重的几颗人参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纯天然水蜜桃 甜过初恋 熟过情人 不甜不要钱 老板给我来个不甜的 哪来的小猫孩子 一边玩去 再来捣蛋 我把你想给打出来 嗯 你个骗子 便宜卖了 今天只要三十元一斤 错过这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 小伙子 你穷疯了吧 三十元一斤的桃子还说便宜卖 嘿 老夫这暴脾气真忍不了 什么桃子 三十元一斤啊 给我尝尝看 这味道好啊 就是价格太贵了 老夫一个月一万多的退休工资也有点撑不住 给我撑三个吧 回去让老伴尝尝鲜 地超市里卖的盘桃还贵 但这季节桃子少 我买俩给孙子吃 虽然都嫌太贵 但价不住好吃 你三个我两个的很快就把一大筐买完了 小伙子 你这桃子好不好吃啊 好吃 我全买了 肯定好吃 三十元一斤 刚才老大爷老太太都是这个价 确实好吃 这味道绝了 但这价格也真不便宜 这样吧 二十块一斤 你帮我送到东海大饭店 如果顾客反应好 我以后长期要货 现在超市普通的桃子都要十块 甚至十五一斤呢 自己这么好吃的桃子卖二十有点亏 这是我的名片 东海大饭店总经理鱼汤 赶紧送过去吧 别耽误中午食用 鱼总价格我就不说了 但这定金总要给点吧 嘿 我鱼汤在这地界 一诺千斤还没试过盐 你也不打听打听 行行行 给你五百定金 东海大饭店是本事数一数二的老牌大饭店 卖桃子的滚原点 也不看在这里是什么地方 但我不可拥探 我砸了你的泼彻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砸个试试 不敢砸的是孙子 我小吕是下大的吗 从我们牛比寨出来的孩子 哪个好人 这年轻人居然比我还狠 该不会有啥背景吧 你来做什么的 知道这是啥地方吗 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 是你们老板 鱼汤让我来送桃子 我又不瞎 当然知道这是啥地方 狗眼看人爹 懒得跟你计较 这是你老板的名片 原来是老板让你来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请 进货一般都是采购景理负责 老板亲自让人送货过来 我还真没见过 你好 鱼总让我来送桃子 鱼总让你来的 这倒是少见 拿样品过来 我先鉴别一下品质 好 这桃子 我要了多少钱一斤 本来我卖三十的 鱼总说 长期供货按二十块收购 行 这品质卖这家不贵 就算有点高 我们东海大饭店 也可以接受 鱼少您怎么有空过来 这是我女朋友家农场 送来的水果蔬菜 你给安排一下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 歪瓜裂枣的 一看就是打过催熟记的产品 鱼少 这你爸已经订过桃子了 其他蔬菜也有固定渠道 这怕是不好安排啊 定不就退掉 这点小事 你还办不成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采购的那些破事 用谁家的东西不是用 反正我女朋友家的农产品 必须安排 那这个鱼总要是追究起来 你可得替我担长 放心吧 我爸要是怪罪下来 我一句话帮你搞定 别忘了 你这个采购经理 我还是看在你老婆的面子上 才帮你运作 好好 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我的桃子怎么办 你咋那么没颜色呢 该咋办就咋办 事情你也看到了 于少提供的货源 我必须安排 走吧 别在这里暗言 耽误我们签订货合同 就是赶紧滚 老子的时间宝贵得很 真是一秋之河 气死老子了 我家的桃子就算烂树上 倒进盒里 也不卖给你的 我脚都听实话了 这小子有点邪门 幸好要了五百块的定金 不然油钱都捞不回 我的桃子 这三轮摩托的减震太差了 以后有钱了 肯定要买辆皮卡 你车子坏了吗 需要我叫保安来帮忙吗 车子没坏 这个减速带太高 把桃子震掉了 我捡起来 扔到垃圾桶就走 咦 你这桃子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 怎么卖的 三十元已经 可以给我尝尝吗 如果味道让我满意 我全要了 我是这家品味阁饭店的老板 谢雨晴 那太好了 我正准备去这饭店推销呢 你尝尝味道 保证让你满意 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 这么奇特的桃子 太好吃了 那这桃子我全要了 一共是六百二十八斤 去皮抹铃 给你算六百斤的整数 咱们加个好友吧 留个电话 方便联系 也方便转账 行 如果你还需要这样的桃子 你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给你送过来 合作愉快 先找个地方吃午饭 然后再找个大药店 把人参卖了 老板 水米桃太手欢迎了 转眼前只剩最后一框了 你赶紧让人再送几百斤呢 什么这么快就没有了 我还想给我妈带回去一框尝尝呢 我这就给李老板打电话 哎呀 你这个是种植人参 要用价值不高 我最多出两万 什么 两万 就算是零下身有几十年的年份 也可以卖到二十万了 你就给两万 少于二十万 绝对不卖 哎哎哎 年轻人 别走了 我再给你加一万 就这价格可以了 如果有人出价比我高 我倒立吃降 喂 李老板吗 水米桃中午还能送些过来吗 我家在牛比镇 离着几十公里 下午送不过来 最早也得明天 好吧 那我就预定明天的桃子 同样品质的桃子 两千斤有吗 有 但我的三轮摩托最多只能拉七八百斤 村里又没有其他车 你能派车来拉吗 如果你不方便 我可以多跑几趟 我尝试联系一辆货车 等确定下来 我再给你打电话 多谢体谅 我们村里特穷 一辆货车都没有 等我把人参卖掉 就买一辆皮卡车 到时候就能及时给你送货了 卖人参啊 可以去百草堂找华BB医生 就说是我介绍的 他会给你一个公道价 谢谢我这就过去 哎 小伙子 你的人参不卖了吗 我卖你个得 你留着这三万 给自己养老吧 嗯 品相不错 非常接近野生的标准 至少有五六十年的药龄 既然是小鞋丫头推荐来的 我给你三十万 三十万 那太好了 能卖二十多万就不错 人家给开三十万 那是看在谢老板给的面子 以后再有野生 直接来摆草堂 给你公道价 谢谢华医生 整体还算顺利 带来的东西都卖完了 除了那个东海大饭店 有点晦气 先去买辆皮卡车去 这四轮送货 太不方便了 嗯 先生 这款皮卡顶配 十二万全包 额定再重一吨 最多可以拉一点五吨 嗯 挺好 哟 这不是小吕吗 被公司开除了 要买货车回农村发展了呀 这是皮卡 不叫货车 无知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还不是拉货的 今天我要送你那一辆车 他跟了我 我也不能亏了他 呵呵可叫某人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不但没占到便宜 还被公司辞退了 傻叉 我都被你开除了 你以为我还会惯着你吗 还敢在我面前嘚瑟 我超不死你 你你怎么动手呢 没素质 我要报警了 那就报警呗 不报是孙子 小吕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动手呢 你这样粗鲁的乡下人 我这辈子都不会看上你 你别自作多情了 哼 八婆 我懒得给你解释 你再啰嗦 我连你一块抽 你敢骂我 黄经理 咱们报警 真报警的话 我老婆孩子就知道我们的事了 别跟乡下人人一般见识 以后我再收拾他 今天先给你买车 这个很不错 要四五万哦 不嘛 人家不想要国产车 我想买外国车 宝贝乖 先买这个开开 等我当上区域总经理再给你换 先生 您看这样皮卡满意吗 满意 全款买了 手续 你们帮我代办 全部搞定 我再来提车 好的 先生 请到贵宾室喝茶歇息一会儿 我给你准备相关手续 手续办完后 小吕开着他的三轮蹦子 向回家的方向快速驶去 他心里太爽了 开除他的黄经理 被打得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是空着手回来的 本汪的肉呢 你叫啥 我什么都没买 你这次真惹怒狗大爷了 你的人参 他死定了 狗大爷要把他们全都刨了 你敢祸害我的人参 我就敢吃狗肉火锅 小吕你 你不是人 小吕 豪子卖得怎么样 三十块一斤全都卖完了 还预定了明天呢 啥 三十一斤 人家明天还要 小吕啊 你别骗人了 三十块钱一斤 城里人再有钱 也不可能出这么高的价啊 没骗你们 这是品味阁的老板 谢雨晴的转账记录 一万八 天哪 一棵树上的桃子 居然卖这么多钱 不是这女老板 看上你了吧 师傅 这里一共是 两千六百五十斤 好的 女老板 费用谢总会 直接转账给你的 小吕 你在低头干啥呢 早饭也没吃 我在村里喊你半天了 摘桃子装车 人家的货车刚离开 我吃了几个桃子了 暂时不饿 你说这个买你桃子的女老板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妈 这哪跟哪 别瞎想 不然谁愿意花三十一斤 收购你的桃子 小孩子 喂 李先生 您车子的手续 已经全部办理好了 您随时都可以来提车 行 我下午就过去 喂 李老板 今天的桃子 总共两千六百五十斤 以后 你不用去皮抹铃了 我给你转账八万块 凑个整 多出来的 算给你的红包 不多说了 我这里快要忙死了 想不到我们以味道和服务著名的大饭店 竟然因为你的桃子而爆满 谢老板大气 哈哈恭喜恭喜啊 此时品味阁已经挤满了排队的客人 对面的东海大饭店冷冷清清 老子订购的一批品质好的桃子呢 怎么没看到给顾客提供 被你们自己吃了 你们没有看到对面品味阁 顾客宁愿排队几个小时 也不来我们店 这我哪知道 我只负责做菜 水果又不归我管 而且最近采购的桃子都是半生不熟的 狗都不吃 你还有理由了 错了就是错了 任何借口我都不想听 行 此处不留言 自有留言处 老子不干了 呸呸 你看看这招的什么人 于总 其实这是于少最清楚 他说会给你当面解释的 难道他没说吗 解释什么解释 他除了败家做过一件人事吗 赶紧打电话 把同样的水蜜桃给我大量订购 可我没有留那果农的电话 什么 给老子找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找到那个小果农的电话 真是想要气死我 我马上去办 还有刚刚厨师长走了 是不是要赶紧找个厨师长过来 赶紧找 小旅到汽车城 提到车后 李先生 上次卖给我们白草堂的人参 还有吗 我有一个患者 需要你这种品质的人参 想找你买一根 还有一根 你上次卖你那根更大一些 本来想留着自己用的 可最近太缺钱了 价格合适的话 可以考虑出售 价格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你也知道我出的价不低了 这次要买人参的客户 是本市的地产商 李先生 他看中我这根人参 我舍不得卖 所以才让他直接找你购买 行 谢谢华医生 让他直接跟我联系吧 好好好 我就让他跟你联 行云不语 灵雨树 放 被灵雨浇灌着的桃子和西瓜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熟 哎呀 这车子要十二万啊 贵了贵了 在农村 哪舍得用这么贵的车子装东西啊 知道那么贵 还在那里乱摸乱碰 摸坏了 我看你怎么办 嘿 我儿子买的车 怎么就摸不得了 再说摸两下就坏的车 那还能开吗 我儿子出息了 买了车 比爸爸强啊 不对啊 你不是说这一年没存上啥钱吗 买车的钱 你哪来的 这个 呵呵 说起来话长 那你就简单说说 我在山上找到两株野参 五六十年份的 前天进城卖桃子 顺便卖了一株 卖了三十万 没了 是啊 是你要我简单说吗 还有一株明天城里 有个富商要来买 一株卖三十万 还发现两株 你运气咋这么好 别问 问就是不清楚 你这孩子卖人参赚的钱 应该存起来 买房取媳妇 买啥皮卡车啊 妈 买车是为了更好的赚钱 电话来了 我去接个电话 吕老板 明天八九点 会继续让司机去你那拉桃子 麻烦你那边明天准备下 这个好说 明天的产量 估计也是两千多斤 命多物少 我们饭店真的很需要这批桃子 等我抽出时间 咱们最好签署一个专供合同 这个合同就不必签署了吧 因为目前的产量不太稳定 除了桃子 我这里还培育了西瓜 你看要不要给你些样品 行啊 只要品质好 价格绝对让你满意 那就这么定了 吕老板 为什么不愿意和我签订合同呢 此时谢雨晴有点慌了 听员工说 东海大饭店的老板鱼汤 突然次处打听小吕的联系方式 他担心鱼汤已经拿到货了 不 不行 就算明天吕老板提供的西瓜 质量稍差一些 也要高价买下 先笼络他再说 果园的桃子 已经没有大火了 要去施展铃鱼术了 妈 我去一下果园 早点回来吃晚饭 知道了 行云不语 灵语术 被灵语浇灌着的桃子和西瓜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熟 灵气交换后的桃子就是好吃 还有恢复伤势的功效 那个西瓜的价格就和水蜜桃一样吧 也定30元一斤 如果品味阁的老板同意 就和水蜜桃一起混搭着卖给他 不同意就再找其他销售渠道 不管怎么说 哪怕烂在地里 烂树上也不会卖给东海大饭店 老子的尊严不能破 咦 柱子 小吕哥 你这是提的什么 俺这几天太忙 忘了买米挖点土豆 先凑合几天 这土豆还差个把月呢 这么小哪能吃啊 试小了点酱就下 还是可以吃的 小吕哥 那个我家里还炖着肉呢 我先回去了 虽然不知道柱子发生了什么事 但小吕也没有揭穿他 妈 我遇到柱子了 他们家怎么了 他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你以前不在家里 不知道柱子的妈 眼睛不好 现在和虾基本没什么区别 他爸又得了沉废病 矿场老板不肯赔钱 已经把家底都掏空了 诶 主要是我们村的人太穷了 是啊 就是因为牛比寨太穷了 外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 小吕 你说那个买你桃子的女老板 咋住 咱们家还有米吗 我去烫柱子家 还有你都拿去吧 明天再让你爸去城里买 米饭不吃了 不吃了 我在果园里吃了桃子了 这孩子 儿子长大了 柱子 小吕哥 你怎么来了 这里是两袋大米 有困难也不跟我说 那给书和沈摘了几个水蜜桃 这桃子和普通桃子不一样 味道很乱在 你也尝尝 谢谢小吕哥 等我爸好点 我就出去打工挣钱还你 从小一起长大的 跟我客气啥 你要是过意不去 明天来我果园给我帮忙吧 好啊好啊 我走了 桃子一定要给书和沈吃啊 知道了 小吕哥 柱子外面谁来了 法师小吕哥来了 给咱们送了米和桃子 小吕啊 真是个好孩子啊 这桃子好吃 感觉咳嗽都没那么难受了 谁谁 隔二蛋 是小吕啊 你这又摘谁家的瓜呢 我说你整天偷金摸狗的 干点正事不好吗 我也想干点正事啊 可整个镇子 也没啥正事可干的 不搞点副业 我早饿死了 没事干 但你明天来果园给我帮忙吧 帮忙好啊 管吃管喝不 还有好烟好酒 可不能少 你哪那么多事 明天来不来 你自己看着办 你看啥呢 晚饭我们都吃完了 狗大爷 我吃饱了 不用吃 你给的弹羹剩饭了 你在干嘛 逃生呀 那可是三十万 能不能给个面子 别打脸 已经没有爱了 不就是没给你留饭吗 还好里面没坏 不然飞载了你这傻狗不成 把这颗人生卖了 就一株也没有了 爷爷家的药园子里 估计还有二十多株 可是他老人家的心血 也不好意思再去祸害了 还是在网上买点人参 小吕哥 你家的桃子真奇怪 我们牛比寨村 甚至整个零蛇镇的桃子 都是青桃子 为啥你家的桃子全红了 可能是变异吧 不然哪能结出 这么好吃的桃子 对了 昨天给你带的桃子 你尝了吧 味道咋样 特别好吃 我只尝了一个 剩下的全给我爹娘吃了 他们说吃了身体 更舒服了 好吃就行 等会你多摘点回家去 那边还有西瓜也摘几个 带着给书婶尝尝 你昨天已经给了米和桃子 我不能再要了 我怕以后还不起 谁说要你还了 你就放心的拿吧 再说了 书婶不是说吃了身体很舒服吗 你也希望你爸妈身体舒服点吧 那谢谢 小吕哥 别客气 就当自己家想吃就来摘 啥情况啊 你家的桃子 为啥熟这么早 是打了多少催熟剂 彩虹成这样的 这都几点了 你是来帮忙的吗 打没打催熟剂 你前天没吃啊 那味道是催熟剂催出来的吗 那可说不准 我先吃一个 试试味道 好吃还是你家的桃子 吃着得劲 柱子你别光干活啊 吃个桃子 润润嗓子 小吕你也吃啊 客气啥 好好好 你个狗二蛋 你还反特为主了 你你这个热情剑 都想抽你打的 狗大爷还没吃呢 你居然敢吃我家桃子 本汪撞死你 哎哟 你家的狗找死了 好好的为啥撞我 小吕你也不管管他 你敢再偷吃桃子 他下次就咬你了 小技 干完活再吃 不然下次不请你来帮忙了 些不请拉倒 我还不稀罕啊 这西瓜竟然有两千九百斤 这笔桃子压成多了 师傅 你到哪了 快了快了 已经过了客运站了 好嘞 快点哈 小吕哥 如果没事了 我就先回去 给我爹娘做饭了 好 你把这些都带回去吃 这这太多了 没事 吃不完 放一两天没问题 谢谢小吕哥 哎哎 你干嘛 非得从我篮子里拿 那边不是多的是吗 这是我家的 就是本翁子 小吕 你也不管管你家狗 吕老板 费用谢老板会直接转给你 我先走了 好好 没问题 别偷听了 又不是货车司机付钱 能听出个啥 谁偷听的 我只是坐在这里 些会 帮你干了一清早的活 老子累坏了 反正很贵 等以后你就知道了 今天你和柱子 我给你们每人两百块的红包 以后有活 我就叫你们过来帮忙 多多少两百块 哥 你太好了 就这么愉快的 决定了 以后有活不叫我 我跟你急 转给你了 谢谢小吕哥 吕先生 我到村口了 你出来接一下 好 我就在附近 马上就到 呦 林大班长 怎么是你啊 你这是微服私房呢 怎么突然到了我家 去你的微服私房 我跟我爸来收野生 顺便到传说中的 灵蛇镇逛逛 谁知道是你卖身 是卖野生 不是卖身 就你嘴平 您知道灵蛇镇都是出了名的毒蛇镇 别人躲还来不及呢 你来这里逛逛 要你管 我喜欢毒蛇不行吗 好吧 那灵蛇镇牛比债欢迎你 这还差不多 咦 你买车了啊 买料皮卡用来托货的 不错哦 有志青年 哦 对了 后天的同学聚会 你可不能迟到 放心吧 农村人平时没啥事 我一定早早的到达 还可以多混几杯饮料喝 婉儿 你认识吕先生 啥吕先生啊 你喊他小吕 小吕子都行 我大学同学 是的 林伯伯 你喊我小吕就行了 走 大家一起到家里 看看野生吧 那还请带路吧 这野生品相真不错 颜色较深 脾气而润 且要香浓郁 是野生没错 只是比其显示年份的野生 更粗一些 但这无伤大雅 只要确定是野生 那就买了 小吕啊 你这株野生怎么卖 这个比卖给白草堂的那株野生 更重一些 价格肯定也贵一点 但你既然是 别 生意归生意 人情归人情 我不差钱 白草堂的那根三十万 这根我给你四十万 给我报卡号 我立即让人打给你 爸 拨手机转账给他吧 省得记卡号了 记得回家给我加倍报销哦 就当是劳务费了 你这丫头劳务费也太贵了吧 哼 爸爸 小气 呵呵 到时候给你凑够一百万 就算是这月的零花钱了 嘿嘿 小子 我女儿每月零花钱都有一百万 你可别想打我女儿的主意 咱们门不当 户不对的 专给你了 谢谢 林大班长 这可是四十万 还回城里打什么工 直接在家里种种人生 外卖果蔬就发财了 哈哈哈哈 同学聚会 记得别迟到哦 放心吧 嗯 回了 咋了 谢老板 真抱歉 今天太忙了 直到现在 才抽空和你打电话聊几句 今天送来的西瓜 我已经品尝过了 品质不错 你准备什么价出售 河水蜜桃一个价怎么样 这样方便结算 如果你每天用不完 我可以限量供应 如果不想要西瓜 我可以再联络其他饭店 不用联络其他饭店了 这价格 我品味格能够全部吃下 对了 你家的农庄 每天的总产量是多少 除了给我加供货 还给别家供货吗 谢老板 这是想要极品瓜果的专攻 垄断本地市场 不想别家插手 谢老板 我家哪有农庄啊 就是山村农家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时多时少 产量很不稳定 每天5000斤是极限了 能保持3000斤左右 就偷着饿了 目前只对你们家供货 东海大饭店有过接触 但谈碰了 我就知道 东海大饭店 不会放过极品瓜果的货源 对了 你明天有空吗 我想到你村里看看 实地考察一下 想知道 种出如此美味瓜果的山村 到底有啥不一样 明天嘛 我刚好有空 等会我给你发个定位地址 你导航过来就行了 好的 今天的一共是17万吧 我这就给你转账 主人 你看我 给你抓的野兔 你看本王多厉害 快夸夸人家了 你可真厉害 晚上分你一只兔腿 夸归夸 赞归赞 但你今天该洗澡了 我不 本王不洗澡 爸妈在村里水库修补堤坝 不回来吃午饭 中午就随便吃点 吃完跟我一起去修整果园 明天会有饭店老板 过来考察果园 跟我讲这些 干什么 我又不懂 多分点兔腿 给我就行了 你快点考啊 真是急死我了 哎 这傻狗还是不太聪明 还得给他多喝点淋浴 改造下脑子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二大叔 你把叫干还给我吧 去去去一边玩去 等爷给你 钓上一条大鱼 就还你 你是我叔 不是爷 滚滚滚 我今天就是你爷 你爹来了 我也是你爷 小吕来了 过来帮我钓一会 我去拉个屎 这是我的钓竿 你都去拉屎了 怎么不还给我 连孩子的鱼竿都抢 早点回来 我还要到过园里干活呢 放心吧 我搁二蛋 拉屎快着呢 小吕叔 你能把鱼竿还我吗 小宝等叔 钓一条大鱼就还你 为啥每个大人都这么说啊 别哭了 你爸的蔬菜大棚搞得怎么样 我爸自从搞了蔬菜大棚 肉都不买着吃了 天天吃蔬菜 哈哈哈 怪不得你来钓鱼吃 小吕叔听我爸说 你是村里的大学生 有文化 讲道理 说过的话 一定要算话啊 钓上来一条大鱼 就得把钓竿还我 我去 还是你爸会说话 有时间找你爸喝几杯去 吃够了 吃够了 小吕叔 快把他拉上来呀 哇哈哈 小吕叔 这鱼好大 小宝把他抓起来 放到水桶里 等会你带回家 让你妈给你做酸菜鱼 我再钓一条 嗯嗯嗯 这么快就钓上一条大鱼 早知道老子 宁可拉裤裆 也不离开 别恶心人了 来来来 钓竿给你 你来表演 啥表演啊 兄弟我有的是实力 走了 我还要到桃园里忙活呢 小吕哥有活 鸡的喊我一声 是吕辉吗 你是谁 你收了我的五百块定金 为什么不给我饭店送桃子 我鱼汤的钱 可不是那么好贪的 贪你个得儿 想起这事我就来气 老子穿过饭的区给你送货 被你饭店的保安 骂一顿不说 还被你那个白痴 采购经理侮辱 被你那个傻叉儿子嘲讽 最终把我赶出来了 这这这 这个年轻人的脾气 比我还高 哎呀 他们两个我已经重重惩罚了 但你收了我的定金 就得给我送桃子 定金 我收了 桃子我送了 但是是你们不要 是违约 所以定金归我了 你们东海大饭店的生意 我不做了 你爱咋咋地 年轻人说话这么哼 会吃亏的 我既然能够查到你的姓名和电话 自然就能查到你家住在牛比寨村 到时候你别后悔 哼 我旅婚是下大的吗 行 放马过来吧 他能查到我的信息 应该出在三轮摩托车的牌照上面 前年交通工具大整顿 家里那辆三轮摩托车上牌照时 留的是自己的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 东海大饭店调取监控 记下自己的三轮摩托车牌号 鱼汤托人一查 就能查到自己的相关信息 就算知道 我住在牛比寨又如何 他敢派人来闹事 村里人不打扮他们 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主人又超疯了 可怕 有辣条 看狗大爷 不把你抱出来 淋雨处 主人 怎么样 我鼓掠的本领还行吧 连辣条都不例外 干得不错 这条蛇挺肥的 晚上可以炖蛇羹 野猪进村了 大家快来杀野猪啊 我的辣条跑了 别管了 快回去 这几年野猪泛滥成呆了 祸害庄稼还伤人